剛上大一的學生們 沒有坐在教室上課 反而來到了電視台 一首大學推扎根學堂 藉由實際到業界參訪 讓學生提前認識職場 傳播系的學生們 第一次站上主播台 臉上斜滿緊張 那你覺得自己 剛才表現得怎麼樣 就是很緊張 第一次來就很生疏 然後一直解八 然後會 就是身體會不自覺抖動 不自然 就是有點緊張 就聽得出來 我這個口音有點兜兜的 有學生好緊張 但也有夢想 當主播的學生面露喜色 藉由這次的主播台出體驗 更加確定了未來的職涯方向 跨出第一步就是練習 在台上站 就是講這些話的一些語氣 然後態度之類的 對對對 就讓我比較有 對這個事情比較有想法 學生們專注的聽著 台上講師的說明 了解就讀科系所需的相關知識 也藉機認識職場輪廓 喜歡今天的這個課程嗎 覺得它有給你帶來什麼收穫 就是它可以訓練我 就是更有勇氣講出話 然後可以讓我的文字表達 會練習得更厲害 可以就是讓我進一步知道 就是電視台內 就是實際的工作的那個情形是怎樣 這個參訪最主要讓同學們可以就是很清楚了解 知道業界它真正實際在做什麼 那可以就是未來有機會的話 他們在學校學的東西可以無風接軌 小大衣們初次踏入攝影棚體驗業界工作 試著實際應用課堂上所學的知識 也趁機摸索未來的職涯方向 記者鄭光佩 蘇宇文 高雄報導